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牧人青草地 今天的经文来到 《猎王记》下14章 同样的段落在历代志下 25章也有记载 主要的人物先来看到 犹大王亚马歇 和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故事 今天的经文三四节说到 《亚马歇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不如他祖大卫 乃效法他父 约阿斯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人在那里 献祭烧香 地带志下25章 第二节则是描写 《亚马歇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心不专程 也就是说 基本上亚马歇所做的事 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仍有不足之处 心不专程 对神的心不完全 在他统治的后期 打败了以东人后 还把希尔的神像带回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和他的父亲约阿斯一样 晚节不保 虽然行得正 但不如他祖大卫 并且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人在那里 献祭烧香 秋坛本来是 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 所以被律法所禁止 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 仿效当地的习惯 在山岗的高处 建立祭坛 敬拜神 忽略神的心意 是要在立他名的居所 敬拜 不是凭己意 随处敬拜 百姓在律法上 越来越不严谨 渐渐就会离神 越来越远 连敬拜的实质 那敬拜神的心 都失去了 亚马谢上位后 等国是稳定 便处死了 暗杀他父之人 亚苏人的风俗 是整个家族 都受到牵连 然而 以色列的律法 却更为人道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所以这部分看来 亚马谢是行神 看为正的事 然而接下来 记载的 以东之战 就是 亚马谢失落的拜因 在历代之下 25章 有比较详细的 以东之战记录 亚马谢本来希望 依靠以色列 佣兵帮忙战争 但是他信神 就放弃高架 请来的佣兵 依靠自己的军队 打败以东 打败以东之后 反倒自高自傲 忘记神的恩典 自己立神像来敬拜 又自认自己 比以色列强大 要追讨以色列 佣兵 劫略犹大的仇恨 于是就向以色列王 约阿斯宣战 约阿斯以预言 来劝告亚马谢 吉利代表尤大 香伯树代表以色列 野兽代表敌军 可能是指亚兰或亚素 不要自相残杀 两国必须团结 才能够应付外敌 但是亚马谢不理会 他的劝告 结果被以色列人打败 其中以色列王约阿斯 也不是敬畏神的人 他将耶和华店里的金银 和器皿都拿走 破坏了神的店 在历代之下 二十五章描写到 亚马谢因为从 以东得胜回来 自以为足够强大 就借口以色列雇佣兵 劫略犹大各成 不听劝阻 狂妄地向北国以色列宣战 实际上这件事如二十节所说 亚马谢却不肯听从 这是出乎神 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当亚马谢把偶像立为自己的神 叩拜烧香时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发作 二十七节描写 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 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垃圾 叛党却打发人到垃圾 将他杀了 亚马谢不专程 不完全归向神 寻求神 致使他的生命结局 以悲剧告终 今天的经文二十三节后半 提到以色列王约阿斯死后 接续继位的是 耶罗伯安二世 他收复了版图 这是自大魏 所罗门以来最强盛的时期 耶罗伯安的扩张 使以色列恢复到 所罗门在位时的版图 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到 因为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人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 耶和华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 难要借着约阿斯的儿子 耶罗伯安拯救他们 虽然耶罗伯安是俄王 然而耶和华联名以色列人 仍然借着俄王的手 施行拯救 耶和华凡事掌权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而我们是不是神手中 何用的器皿呢 亚马谢对神的心不完全 不专心跟随神 当他战胜敌人时 忘记是神的恩惠 竟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做到的 骄傲的心使他迷失了自己 而邱坛这种摩林两可的敬拜 也使得他们渐渐挪移 对神完全敬畏的态度 亚马谢自己带回偶像敬拜 开始寻求外邦神 而不再依靠神 这更是大大得罪了耶和华 弟兄姐妹们 不完全差一点点的信仰 看起来已经很好了 可是罪就好像笑一样 会渐渐在我们心中长大 使我们这个器皿渐渐败坏 神可以使用任何环境 来调整管教我们 但我们是不是一个 完全的器皿呢 让圣灵可以在我们当中动工 是毫无拦阻 是顺畅的器皿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求主你来调整我们的心 主让我们的心 不容一点点的笑 不容一点点的罪 或不完全的信仰 在我们心里发酵 主让我们的生命是 愿意成为一个 完全顺畅的器皿 让圣灵你来动工 让圣灵你来调整 是毫无拦阻的 让我们可以成为 完全向着神 敬畏神 完全讨主你所喜悦的器皿 愿神你调整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静听 等候神你的管教 这样祷告都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崇年 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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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e